好莱坞的功夫明星李靖 那演员呢其中里面演女员的那个Stephanie 她在开拍之前就天天在我的五官里面就练了 我不知道那时候你见没见过 你其实那时候见即便你见 你可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 我们头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训练了 因为我知道她会有频繁的这种打戏 从踢腿啊反应啊 她就是她是一个非常vulnerable的演员 她非常的刻骨 她很有想法的一个演员 然后当天呢拍车那个 我进组的时候吃那场 她是在evil啊 bagel啊 你看她平缓的换服装 她的 costume是最多 我走到 costume因为我要换衣服先 我就看到那 costume整个的session 我说这就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衣服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这是我走错片场了吗 后来呢我在走进片场的时候 因为这个shut非常的快 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互相打招呼 因为她马上你看她的服装和她的化妆 要平缓的去换头发化妆 所以她说 哎哎妈三里没时间跟我说话了 赶紧走快去快去快去 工作要紧赶紧就不用说话 不用打招呼 就一部戏就那一天就在那么一会儿 我就看她平缓的换装换了这么久 我就在当时我在想 这个这个剪接是要有多么的棒 能把这些东西都借在一起 多庞大的工作 是因为我是完全看晕了 她到底想要说什么 虽然我有剧本 但是在现场的时候 你会有这个感觉 我再穿去 看的人都累 所以要仔细的看 对 我我我我昨晚 把后半截看完了 然后今天上午又再看了 所以才能今天有interview 对对对 我可看了不时两遍三遍四遍 是我觉得她值得去这样去看 一开始你可能看的时候 特别是我 现在就是都比较早睡了 带孩子 然后一看就犯困难 你看到复杂你就会有点这种 呃那种 有点疲劳感 这个疲劳感 但是你真的看下去 那是真的是很 她她这个巧思啊 她那些想法 然后你比如说 你就是一个华人的这种 呃中年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 如果是拍成传统那样的话 真的是我们自己华人都不爱看了 就是觉得哎呀 就是普通的嘉宾故事啊那种 但是一这种形式 那么天马行空的这种形式去表现她那种内心也好 去挣扎也好 你想要去改变 最后不理解 相互不理解 我觉得这两个Daniel真的是牛的 嗯 他们很有思想 其实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她可能会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 现在呢 呃这部戏其实你看起来天马行空 但是真是一点都不天马行空 她把说的东西 她是基于这个生活的 都是在一个原理面控制当中的 去任意的变化 嗯 我觉得非常适合于现在咱们的新的理念 说平行宇宙 嗯 量子力学 嗯 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啊我们的呃 同时发生的事情 也许我们现在在这边是这样子 嗯 让很多人有不同的思考 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呢 他都会有其中的一个点会触到他 对 这就是他厉害之处 嗯 你可以是个年纪大的人 那你就可以从Family这个View上面可以得到顾名 嗯 但是大多数年轻人非常喜欢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非常很多的年轻人 嗯 他们很get这个idea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碎片信息 嗯 平行宇宙 嗯 无断的想象 无限的空间 嗯 他们非常接受这种很新的理念 嗯 所以呢 Daniel 两个Daniel厉害之处是把他传统和现代 完美的用他们的Philosophy 哲学来结合在一起 嗯 这个是他们厉害之处 嗯 你当你在其中的时候 你是一个棋子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下棋的人是怎么下你这盘棋 嗯 等这盘棋出来以后 怕你出来看 哦 明白为什么当初给你讲戏的时候 这个样子 嗯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当初拍完 看完那个第一场这个我们的手印的时候 这个Daniel Kwan就过来说 压力 我实在对不起 说这么多好的这个对手戏都没有办法 必须得剪掉 嗯 我当时就说Daniel 实在是没关系 因为如果是这个是看完今天这个戏之前 你这么跟我说 我可能会 哎呀 是啊 有点触动 嗯 但是看完这部戏后 我说一点没有触动 我说谢谢你还保留了我的戏份 因为他的内容太多了 我觉得你的也还挺多 嗯 每一个过 好几个过程当中都有 他有这个联系 对 而且你那几句话都挺有意思 刚才说的那几句话 啊啊啊 对 他那个跟那个谁 啊 见到面的时候 哎 你不是在美国 不怎么样嘛 那时候 哎 哎 听啊 focus 你可不能再去啊 把他 让他把你给带跑了 是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功夫master 这个工作 就是让他以功夫的定力 来去不要去 regret 后悔 或者是把他的思维 从这个空间带走 一定要去 他在训练他的focus 嗯 让他 be what you have to be 你能不能说 哎 太太太太被别的 这个因素去拿走 所以这个师傅 这是师傅的角色 对 然后他这个人物本身也是 要他活在当下嘛 就是你什么都想 就远的也在去想 啊 之前的也在后悔 这个也那个 是是是 你就没有活在当下 我觉得现在 大多数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what if 就是这样 你看 片子前面十分钟 就是 好像多数人都是这样 忙忙碌碌 不知道 他的铺垫 就是一个 你每个 每个普通人都要 都是在经历 你在按你的 呃 这个方式在过着 你 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是的 做了一件多么 重要的事情 对 对大家 多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 嗯 我觉得就是 在平凡当中 发现他的闪光点 在不同的 这个环境下 去珍惜你所拥有的 我觉得这是他想要 deliver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的因素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原因 嗯 我们都有家庭 嗯 对吧 我相信 relationship就像 就像电影里面是一样的 嗯 人不说了吗 结婚婚的人 可能在内心里要离婚 我默念离婚几百次 每天 嗯 可能这是他的现实的状况 嗯 但是呢 这部片子呢 也是一无例外 是吧 先生想跟他离婚 已经很久 只是没有 连找时间 说的机会 对 都没有 嗯 这是他 还看错了 还都不够 是 哦 这个就是说 艺术从生活中来 嗯 就证明这两个导演 他们是非常 呃 观察非常的细 嗯 因为父母也都是 尤其像官的父母 一定是移民 对 嗯 其实这部 他是第二代吗 嗯 其实这部戏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他的发片商 A24 哦 能够把这样的题材 放心的让他们去做 能够看出他的前景 A24就是 目前就是这种 嗯 他们去找特别的 他一直都是 他一直都是 非常小众啊 小众的这个电影 小众啊 而且这个片子 那个制片 嗯 Jonathan 他不是你忘了吗 咱们最后 不是最佳电影 说他是上面去拿奖的吗 代表整个的 呃 他他是混血 是的 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office 平常显良 我说 哎 我是你是混血啊 我说你有 对啊 因为我觉得很 这很帅的嘛 是吧 他说 对啊 对啊 然后我说呢 你是父母都是 一个是哪 都是有台湾的 和这个美国的 嗯 我说呢 你从小就受这方面的教育 他说是的 我是有两个不同的 背景 背景 那我说你中文好不好 哎呀 他就说不是很好 我很希望我能够啊 早小的时候能够把这个语言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从我的谈话来讲 我发现哈 嗯 他们就是 这个 这个 呃 制片和咱们两个导演 嗯 他是一群非常有想法的年轻和很vulnerable 对 所有这些 嗯 演员 制作 这个片场 片外 片内的人员 他们有一种非常好的心格力 嗯 亲和力非常的重要 嗯 他让你觉得他就是你是part of it 嗯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他们在后卫走的时候都会在 在去讨论我们马上下边要拍的几个镜头 应该怎么办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说 哎 杨子琼有一个脚要蹬出去 嗯 杨子琼他这个 他练过芭蕾 你知道吗 他练过芭蕾 他是非常棒的芭蕾 他是芭蕾 有功夫芭蕾 他芭蕾 人家是芭蕾出身 以前是在这个皇家芭蕾舞的那个 嗯 是做过 你得做过他的功课 我没有做那么 他是马来西亚选美 最多是原来港片里面 嗯 然后后来到到哈莱坞拍007之类的 没有那么简单 嗯 嗯 我不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成功是那么偶然的 那当然 其实真的是不是偶然 嗯 嗯 很多年前我记得 我们北京武术队去香港 然后呢 邵义夫 邵氏影视公司就 把我们带到片场 每个人去实情 嗯 当时邵义夫呢 就很看好我 他就想把我培养成下一个杨子琼 一个党型 那时候好像18岁 嗯 嗯 当时呢 他就说你看杨子 郭子 他的照片 杨子琼 这就是杨子琼 说哦 好像那时候刚刚 皇家事件啊 什么都出来 我说这很红啊 他很棒啊 对 然后呢 在那个时候 我脑子里就知道 哦 有这么一个人 我要去注意 再后来我发现 他不但是选美出身 人家还是从小是芭蕾 芭蕾想到好 皇家芭蕾舞的 嗯 再后来呢 你想 其实人家那个家庭背景非常好 嗯 可是拍打戏啊 嗯 你知道这杨子琼 这一路下来 这个泪条断过 然后呢 哎 骨折过 嗯 有这个生命的危险 都有这些过 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嗯 这个作为一个打心 和家庭背景非常好的一个 女演员来讲 太不容易了 你没有放弃 嗯 这一行 你知道多少的专业运动员 在我们 都放弃了以后 都永远不愿意 做这个事情了吗 嗯 很少有像我这样 能够做这么多年的 而且依然热爱这个东西 很少 对 那所以就是说 你必须对你所做的事情 有一个passion 嗯 你才能够坚持这么多 对 这么久 嗯 所以他呢 算是从女星里面的 一个风向标 他真的是让我们这些后辈 嗯 能够看到 这个哇 有这么一个人 比我们更努力 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去努力 多数都是跟他的对手戏 我就只是跟他对手戏 对 因为他的师傅嘛 嗯 那我跟他其实是第二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我们是 十四五年前吧 我们有一次是 是夏天 夏天在拍冬天的 那个Puma的commercial Puma有一年是 一个special edition的一种commercial 那所有都是白色的 这个 所有的东西 雪花都是非常白的 他那一年就是打这个 纯白的系列嘛 那一年是请了Michelle 杨子琼来做他的 这个star 来去做他整个这个产品 那我们呢 正好这个团队 就是跟他合作的 这个团队 做的action嘛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嗯 所以 很巧的是 多年后又有机会合作 所以在片场还是 不陌生 嗯 还有你看那个 关继威他也是做过动作指导 嗯 是的是的是 他也是有练过 对 你看他要不然 他跟元奎 嗯 对对对 其实很多亚裔的影星呢 大家可能 嗯 他出了名了 你认识他了 他不出名的 不出名的很多 能够在这边当演员的 那大家其实能够 混这么多年 依然能够吃 吃饱饭的 他是挺有些 有他的能耐的 嗯 不是说只会演 嗯 所以我就是 为什么咱们无数学校 有很多的演员来去跟咱们去 去学习啊 什么的 就我的学生 大多都是演员 导演 制片 在这个整个的圈子里 甚至有那个 Rubbers 音乐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有很多的这个 你像 对对 你看那个 Candre Lamar Candre Lamar 是拿了四届 同时拿了四项 格拉美的大奖的 那一年 我是正好 他去世界巡回演出 那我就跟他有一个对手系 我是做那个蛇犬 他是做Turtle 是那个MV吗 是的 是的 我一个学生当时正在法国看 那是世界巡远的开场开幕 这不是我们教练吗 你看 哇 当时给我打电话 我在法国 我看到你了 我看我什么了 就是我做过太多这些 就是这些 MTV啊 跟明星 带一些合作 对我来讲 他们其实就是 One of my students One of my clients 大家带一起合作 因为我不听他的歌 对 我都不知道 对 你回去做个功课 像Mary J. Bludge 你呢 也是在 头天在格拉美 现唱的 这个歌星 都是拿过 这个格拉美奖的 我觉得好多 这边老美 喜欢武术的 就喜欢到 就是比我们都懂 就中文懂 他比我们热爱 只能这么说 对 就他热爱之后 就研究去学 是的 就是什么叫 你永远不珍惜 你拥有的 我们就是典型的 这很多是 你看我住在北京 我不去长城 不去故宫 因为你天天在来 是吧 反而是这些旅游者 来去 来去 更熟悉 武术也是一样 我们在国内呢 大家对武术 已经是 闭着眼 知道武术 这个东西 是这个样子 长得这个样子 武打骗 是这么这个样子 但是从 在最早期的时候 李小龙之岁 这么让大家热爱 是因为他的不同 功夫的理念 和他的真功夫 是吧 他的速度 他的美 他的动力的美 这个是 有东方特殊文化的 这个一个背景 他跟boxing 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boxing 啪啪啪打 是吧 咱武术就可以 把他的内涵 像黄辉逢 为什么连接 这么有名 更多一些 这种美的东西 跟舞蹈 有关系 武术和舞蹈的 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 武术 能够把实战的东西 用美的肢体 表现出来 舞蹈呢 它是非常美的 但是它没有 寂寂的含义 武术跟舞蹈的结合 就是武术 把我们的寂寂 用非常美的 用我们人体的 肢体的 最夸张的 这么一个东西 在镜头面前 表现出来 甚至在观众面前 表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武术运动员 可以在镜头面前 有一些 比较好的表演 因为你面对的是观众 对吧 而且是舞台的 你想啊 你上到场上以后 我就要 当我在去比赛的时候 我前面是 那么几千个观众 甚至表演 在剧场里面 你的每一动 你要让它 有一个非常美的view 你要知道它在哪里 这就是为我之后拍戏 电影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永远知道 镜头在哪 我给哪里的镜头 最好的 对对对 非常有感觉 我都没怎么看 我一直在看 对 所以这可能多年的习惯 在拍摄的习惯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 听到了很多 有趣的东西 而且这个片子呢 也是 我觉得很有标志性的意义 鼓舞了很多人 历程碑 非常感谢 李静跟我们聊这些 以后我们再看看 有什么 还再继续请 你过来再分享 你的新的电影 或者说其他方面 如果大家有什么 想要了解的 也可以提问 到下回专门 就是问什么 我们找你来 给大家 满足一下 大家的好奇心 好的 这黑白的 黑白事 嗯 那个 功夫panda 功夫panda 哈哈哈 哈哈哈 今天我们 你看 邀请到了 我们的功夫明星 你开始了 开始了 哈哈哈哈哈 呀 呀